大家普遍能够想到的,比如说这个毒品,那么毒品呢,包括一些我们经典的一些毒品,比如说阿片类的物质,像这个海洛因,像这种马飞,人工提取的,比如说马飞,还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阵痛的药物,比如说这个杜伦丁,芬太尼,这样的一些,还有阿片类物质的药物,我们统称它为传统的或者经典的毒品。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新型的毒品,比如说这个冰毒,它是完全通过化学合成的,那么这样的一些毒品呢,尽管它这个躯体方面的依赖特征不明显,但是精神依赖或者造成人的这个精神心理方面的损害更突出,所以这些新型毒品对来的危害可以说更严重。 另外除了毒品以外,我们还知道烟,酒,尤其是酒,我们有很多人想象不到,说这个酒喝酒怎么会成瘾呢,其实这个喝酒成瘾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了,酒精滥用或者酒精依赖的患者,这个人数也是逐年的攀升。 那么除了这个毒品,烟酒,当然还有药物,药物比如说像这个镇静催眠的药物,我们经常能想到的,安定。 那么除了物质的,那么在行为层面呢,也有。 同样我们经常知道祖博,他在2003年,就美国的这个精神病学的诊断第400的时候,就已经把它放进去了,那我们叫祖博障碍。 另外呢,现在呢又有游戏成瘾,2018年5月22号,WHO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的把它作为这个ICD11,也就是我们国际疾病分类诊断系统第11版当中的一个疾病单元,而且分为线上和线下。 还有什么呢?还有就是购物,尤其网上购物,这个信息化时代,就网上购物现在是越来越严重。 很多人叫什么剁手党,一到这个双十一或者怎么样子,进而呢就出现了一种,就是把这个囤积,囤积物品,最后造成它的这种新生的痛苦,逐渐的引起我们的注意了。 但是呢,这个电商购物啊,目前还没有作为一个疾病的诊断去放到这个疾病诊断单元里边去,但是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。 那么在行为成因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,就是性成因,这个性成因可能我们大家平时了解的不多,性成因主要就是寻找异性,不停地要满足自己的这个性欲,甚至就是说已经损害了他身心的健康了,明知不正确,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。 而且他也容易得上很多的这种跟性相关的一些疾病,这个是性成因,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大致上就把这个物质和行为成因的问题。